中草莓是爱的印记 但中到被打 大概也只有她了 一名姓张的虽男 17岁拉的一首小提琴 昨天晚上在万华分局前 电影主题公园被围殴 她真的是哭哭了 跟警察贝贝说 料人动手的 是个只有15岁的妹子 原来之前 他们约会彼此有点feu 她就中了人家满身的草莓 那这样到底是什么关系 两个人事后在网络吵了起来 但也吵不出个所以然 直到昨晚 少年和朋友见面时 看到妹子带了7个人来堵她 还带家伙 才知惹到大白杀 被女生的朋友带来 她的友人来打她 她是拿藏型手电筒 来护打对方 这群未成年 给西很多连鞭炮都有 怕人家不知道他们在打架 公园对面就是万华分局 警察用走的都来得及抓人 被打成猪头的少年 坚持要提高伤害 警方依法寒送少年法庭 只是这草莓 下次还是别乱种 听说现在点开苹果 会看不到新闻 我就不信 真的没有耶 怎么办 加入考评委会员 只要用脸书或是Google账号 就你一键注册 也可以用电话或email注册 限时免费 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 到旁边 再来